当地时间10月25日是美国的重要节日感恩节 已经在美国落地生根开花的英国王子哈里和美国出生的太太梅根马克尔 和交欢度这个美国人心目中的重要大节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以一家四口的行事过节 今年在大儿子之外他们又多了爱女莉莉·贝特 而五个月大的小莉莉也算是见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大场面 能够轻轻静静地带着两个心爱的孩子庆祝重要节日 是苏彩克斯公爵夫妇梦寐以求的生活 如今已经实现 这个小家庭没有乱七八糟的纷争 一切都由哈里和梅根做主 也不要假笑应酬 这让新媳妇梅根松了一口气之外呢 也能够安安心心地展示自己的手艺 这是哈里随着梅根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郑巴巴拉的第二年 今年苏公爵府上听了小女儿莉莉·贝特 又有儿子阿琪在一旁逗乐 真是其乐融融 在美国人心里 感恩节的重要性与我国的中秋差不多 这一天全美国的人都争取与家人团聚 吃着火鸡大餐 围炉夜话 另外呢 过了这个节 美国人就等于正式进入大月门了 从这一天再数一个月 就是西方世界最重要的节日 耶旦节 欧洲人的耶旦节 那就等同于华人世界的春节 因此25日当天 美国各地的大小家庭人口 都将聚集在一起 庆祝祖先在新大陆艰难存活下来 哈利王子自认与妻子梅根在美国落户 亦是毕露蓝旅 显来这个节日过起来 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至于苏塞科斯公爵夫人梅根 在最近接受二轮秀采访时 她对主持人透露 公爵夫妇感恩节当天计划在家做饭 因为公爵夫人非常的喜爱下厨 手艺特别好 她告诉艾伦 我喜欢做饭 我们会待在家里放松一下 安安生生的 这是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家里的第二个感恩节 所以会很棒 公爵夫人解释 自己准备用烤肉架烤火鸡 不用烤箱 一是为了尽可能保留火鸡的香味 二是这样能使火鸡皮更脆 另外 公爵夫人还很节约地利用着厨余 火鸡玉米饼汤 将是她的另外一道菜肴 由于美国的感恩节之后呢 耶诞节就要到来了 人们纷纷猜测 哈利和梅根会不会去英国过节 这是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散夫之后的第一个春节 一向疼爱孙子哈利的她邀请了二孙子夫妇到桑德岭 恶母与其他亲戚一起过节 要知道自从利利贝特降生以来 所有王室亲戚还没有机会亲眼看见这个跟女王同名的小宝贝呢 女王身体最近也是非常不好 住院之后在家休养 又扭伤了背 为此还取消了重大的活动 真是让人担心 但是可惜苏塞克斯公爵夫妇不考虑回英国过年了 也许他们也有自己的过虑吧 接下来是 梅根把战火蔓延到下一代 阿琪脚踩小猪佩奇雨鞋 内涵凯特大儿子 苏塞克斯公爵夫人一直是我行我素 被称为精致利己主义者 做人做事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 即便已经是一儿一女的母亲 梅根的种种做法还是无比的幼稚 甚至把王室当成了假想敌 前王妃梅根把战火蔓延到下一代 阿琪脚踩着小猪佩奇雨鞋 内涵凯特王妃的大儿子 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梅根即使脱离了王室 跟剑桥公爵夫妇还是一家人 关系实在是没必要闹得这么僵 三个月前动画片《王子》上映 其中的乔治王子对梅根很不屑 态度也是冷嘲热讽 事实上这只是制作方所为 跟乔治王子没有半点关系 一部动画成了两家翻脸的导火索 乔治王子只有八岁 却数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凯特和梅根的关系也急转直下 这场之争本来是大人的战役 如今却被梅根把战火蔓延到下一代了 英国王室的未来必然是更加的鸡飞狗跳 动画片王子刻意地丑化乔治 被塑造成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梅根说什么都要反驳一下 这些事实上跟乔治毫无关系 但是却戳中了梅根脆弱的心灵 居然开始暗戳戳地打击报复 梅根晒出了两岁小阿琪的背影 一身蓝色休闲蓝色衣衫 脖子上的皮肤无比地雪白 哈利夫妇一向是注重个人隐私 这次却让儿子出击 一家三口体验农家乐的生活 小阿琪身上最亮眼的单品 当属小猪佩奇与邪了 即时髦也充满了同心同趣 但是上面的图案却引发了争议 被指责是在内涵乔治王子 并且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轩然大波 众所周知梅根身上有非裔削脱 因此呢对两个孩子的肤色很是在意 类类的照片之间都没有公布 小阿琪不是黑白照 手绘照就是背影 总之呢脸部从来就没有被看清过 小阿琪的语协成了焦点话题 因此剑桥公爵夫妇的长子就是乔治 暗戳戳地来了一波内涵 不得不感慨 梅根的攻度手段提高了不少 神不知鬼不觉就内涵凯特 并且成功地将战火蔓延到下一代身上 乔治是英国王室的第三位继承人 不出意外的话肯定是未来的英国国王 梅根这么做既有嫉妒的成分 也想展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特殊的情感通过一双雨鞋表达了出来 听真的小阿琪什么也不懂 只能接受梅根的安排 并且沦为了妈妈宫斗的工具 脚踩小猪配起雨鞋 似乎对堂哥一点都不尊敬 不知不觉就得罪了威廉夫妇 梅根是个精明的女人 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因此大概率就是故意而为之 事实上也不能怪梅根一个人 王室一碗水端不平 攻度战火肯定会蔓延到下一代身上 前段时间王室直接宣布 夏洛特公主将继承戴安娜王妃的大部分珠宝 其中还包括斯兵赛家的祖传珠宝 唐梅莉莉却被无情地忽视 梅根甚至是被勒令归还王室珠宝 眼看宫斗大战就要一触即发 虽然都是女王的子孙后代 但是梅根的一对儿女受尽了委屈 并且注定只是王室边缘成员 这口气梅根肯定是咽不下去的 因此除清几率地打击报复 把凯特视为最大的竞争者 事实上梅根的努力只是杯水车薪 凯特记下有三个孩子 将王室继承人的身份早已经占满了 即使阿琪和莉莉拥有继承权 也注定只是边缘成员 根本无法和嫡系相提并论 阿琪目前是第八身为继承人 没有任何的王室头衔 空有一个继承人的身份 这点梅根无比的气愤 自己想跟凯特平起平坐 并且为阿琪和莉莉提高身份 不少网友表示费解 自己已经选择离开了王室 当然是无关一身轻了 一方面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已经离开 而另外一方面呢 则还顶着王室的利益 已经继承人的身份 这种做法呢 实在是有些小家子气了 这回阿琪的与莉备受争议 也给了两家关系致命的一击 无论是无心还是故意也罢 乔治王子都受到了实打实的伤害 家里有这样的一位 兴风作浪的妻子 难怪哈利和威廉的关系 越来越疏远 甚至呢 未来都有反目成仇的可能性 再次继续